我現在給你一個比喻 我不知道你多熟美國的政治 美國的政治主要有兩個大黨 共和黨和民主黨 還有一些小的 有些獨立黨的 那些不能選總統 我們猜每次都是這兩個大黨裡面其中一個人做總統 以色列人都是差不多 以色列我們將它變成三組 第一組叫南俠 就是南面的支牌 第二組叫北聯 就是北面的支牌 第三組叫河外 有人知道什麼叫河外 你知道有幾個支牌有兩個支牌 他們的地不在聖地裡面 它是一個河外若帶河外的 那些叫細支牌 沒有份的了做皇帝 所以你將它變成一個chart的時候 那你就會有約旦河外之牌 那約旦河外之牌 也不太行 我想他們都是獨立黨牌 最主要的現在 就是南俠和北聯 而南俠和北聯的代表 就是尤大和便雅民去打了 然後他說約室又去了 你知道約室有兩個兒子的 所以約室的支牌是由馬拿西和伊法聯組成的 聯軍 那你現在就要看這兩個人 這兩組哪個可以贏 不過不要緊 其實他很快就已經給了很多提示你 告訴你有哪些人可以調查他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考過試呢 如果你一條題目不太知道答案也有辦法 你可以問自己有哪個答案一定是錯的 然後插上去插上去 插到最後剩下那兩個 按個顏色 差不多了 所以他一開始 第一節 第一章二十七節說是誰 馬拿西 馬拿西是約室的兒子 馬拿西沒有趕出 不要理會他沒有趕出誰 沒有趕出好還是不好 不要 叫他打仗他沒有趕出 那就不行 失敗了 二十九節 伊法聯沒有趕出 所以約室兩個兒子都失敗了 三十節 西布倫有另一個支牌 沒有趕出 三十一節 阿切沒有趕出 三十三節 拿法他里沒有趕出 三十四節 阿摩利人強迫 彈人 住在山區 就不是說他們住在半山 很威風 是他根本就沒有料到 不單止沒有趕出他們 他還連 平原都沒得住 被人迫在山區 所以彈是很不行的 所以你有機會看到最後的double conclusion 你就知道彈是真是壞的 壞到極的 很不行的 OK 已經除了很多個 還有 你去回早一點的南俠 就是南俠那邊 猶太人的 阿布斯人 耶路撒冷的阿布斯人 邊雅敏都沒有趕出 你去回這個chart 你可以開始 cross out 那些人 馬來西沒有了 以法蓮沒有了 西布倫沒有了 阿赤沒有了 南佛塔利沒有了 但沒有了 他沒有說 Issaca 他沒有說 以撒加 但以撒加也不是一個大 大的東西 也沒有說他有什麼建功 所以他又沒有了 然後他告訴我們 所以北聯基本上是滅了 是不是 如果你這樣看第一章 應該剩下的是誰呢 都是猶大 因為變雅敏都不行 而猶大和西面去的時候 西面是做他的輔助 那是不是應該就是 猶大贏了 應該是 但是 又有一點點隱憂 隱憂在哪裡呢 我帶你去看一節聖經 史詩記第一章十九節 他說 耶和華與猶大同在 好 好嗎 好 猶大取得了山區 好啊 但是猶大都 不能趕出平原的居民 糟了 原來猶大都 不太行 然後他後面加了一句 因為他們有 鐵的 戰車 他有技術 他有最新的科技 要給他們多一點時間 他可能 猶大現在 猶大都好像不太行 但是其實這一節聖經 真的是告訴我們有些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看回生命記 如果你上個星期在這裡 你記得我跟你說 生命記以後的東西 跟生命記都有關係 生命記以後 尤其是說到領袖 說到皇帝的時候 一定跟生命記有關係 生命記第20章第一節這樣說 你出去與仇敵作戰 約翰見 馬匹戰車 以及給你更多的士兵 不要怕他們 因為領你出埃及的耶和華 他必與你同在 所以他現在打不贏人 因為戰車其實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甚至你再看看 詩詩記 遲些 過兩三個星期之後 我們會看 另外一個故事 那個故事裡面 也是有戰車的 還是900輛戰車的 結果 打不打贏 打贏了 所以 猶大 打不贏 因為有戰車 其實是有問題的 OK 這個問題 這個第1章第19節 可能反映了兩個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 猶大需要一個軍王 是從猶大出來的 但是要比現在猶大所有的領袖 而那個軍王就是大衛 你知道大衛後來出來 是威是勢 他贏了 一個哥尼亞 是吧 但是這個 這一次聖經 說到猶大都不是很能力 也許是一種忍憂 忍憂會說 將來 猶大出來的軍王 都未必很能力 而他不成功的地方 不是他打仗不厲害 他不成功的地方是甚麼 他屬靈上 會有失敗 你記得他的雙重介紹 他講到他們的兩重失敗 第一重是軍事上的失敗 但後面那一重是屬靈上的失敗 很有意思的就是當你去看 撒母爾記下 說到大衛淫人妻殺人武功的時候 很清楚 我想你留意 留意那丹對他的說話 那丹說了 他講完故事之後 跟著說你就是哪人 跟著說我高麗為皇 甚麼甚麼 我想你看看第九節 那丹說大衛的罪 那丹說 你為什麽藐視姚華的命令 做他眼中汗衛 惡的事 請問這句話是哪裏出來的 史詩記出來的 你明白嗎 我們史詩記那時候 最不碰的問題是甚麼 就是他們行 他們自己眼中汗衛 對但其實在夜和眼中汗衛惡的事 結果大衛怎樣 大衛重蹈覆轍 我想跟你說 如果你不是停留在史詩記 你繼續看 之後以色列的歷史 看到大衛那句 他又行了眼中汗衛惡的事 即是說 原來大衛也中了毒 大衛也中了毒 問題現在在這裏 你要找 毒藥要找解藥 一定要找到毒藥的根源 我們問一個問題 為什麽在《救藥聖經》裏面 我們暫時不說我們 為什麽在《救藥聖經》裏面 個個都中了毒 包括大衛 毒是哪裏來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伊甸園來的 其中一樣東西你讀《救藥》或者讀《新藥》好 很有趣的地方 所有東西 歸根到底都跟伊甸園有些關係 在伊甸園裏面發生了什麽事呢 做好食物 又越人的眼目 很重要的 這些字眼其實都是神學的主題 他越人的眼目 於是他喜愛 摘下那個食 然後給丈夫吃 他們就吃了 原來毒從哪裏來的 毒從伊甸園進來的 在伊甸園的時候 這個病毒進了入世界 於是 這個病毒 不斷在救藥裏面 在人類的歷史裏面 流傳 以致 到今天 你和我們有份 所以到 我們到了《新藥》的時候 你看到羅馬書第3章 保羅在這裏說什麽呢 他說正如經上所記的 沒有以人 連一個人沒有 沒有明白的 沒有尋求神的 人人偏行正路 一同走向敗壞 沒有行善的 連一個人沒有 他們的路留下 毀壞和災難 和平的路 他們不認識 他們的眼中 不怕神 我們每一個人都中了那樣毒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行在我們自己眼中看為 對的事 如果你有機會 星期二和你讀SGF就知道了 那個大兒子的問題 我不知道為何我們 在小組裏面都會覺得 大兒子真是很好 好過屁 大兒子是做他的眼中看為對的事 但是他眼中看為對的事 在神的眼中是看為惡的 於是世人都犯了罪 規決了神的榮耀 罪的公家 就是死 對於一群 做自己眼中看為對的事 但是在神眼中看為惡的事 這群人最後都要負上一個代價 那些小組裏面都要負上一個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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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希伯學書第九章這樣說 按住定命 人人都有一死 死後邪有審判 不單止他們死了 他們要接受 審判 他們說一鑊就熟 那你說我比較好人的 我不是好像那些壞人 那你浮臉吧 浮臉也是熟的 水滾的時候一樣死的 你明白嗎 你說你小兒子就在水底 我們浮臉的 浮臉也是一鑊熟的 世人都犯了罪規決了上帝的榮耀 那個問題是哪裏 我們做我們眼睛看為對的事情 但是不知道 我們眼睛看為對的事情 是上帝眼中的人很明白 我們去哪裏可以找到解讀 我想帶你回到大衛 大衛就不是那個君王 大衛就沒有解約給你 但是大衛呢 好像找到那個解約 我在說什麼呢 如果你有機會去看詩篇第五十一篇 傳統裏面我們覺得 詩篇第五十一篇是大衛犯了奸入 殺人之後 他悔改所寫的一個詩篇 他說什麼呢 他說求你將我的罪孽洗滴 正傳 正盡 結除我的罪 我向你犯罪唯獨得罪了你 在你眼前行了者惡 你看 大衛很厲害的 他一學晓 他知道他壞了在哪裏 他壞了他 行了上帝眼前害為惡的事 我不知道我們平時的悔改有沒有一個這樣的明白 還是很多時候我們壞了因為壞了被捉了很久 不認也不行 還是你能否被捉到不是重點 而是你行了上帝眼前害為惡的事 他說看我再罪孽磊 我母親懷胎的時候我就有了罪 所以很沉重的一個詩篇 但是如果你繼續看 他開始 喜樂的 喜樂是什麼呢 第七節 求你用牛塞草結淨我 我就乾淨 求你洗滴我 我就被雪更白 他的盼望在哪裏 他的盼望是 他說有一件事叫牛塞草 他說這件事可以洗淨我 他說你洗淨我 你洗滴我 我就被雪更白 牛塞草是哪裏 生草藥是吧 哪裏可以買到牛塞草 原來牛塞草這個字眼 在舊約聖經裡面出現過大概十次左右 第一次是哪裏 如月節 你記得嗎 如月節 你要殺一隻羔羊 然後你要用牛塞草 點了羔羊的血 然後放在門檻旁邊 天使殺人的天使 審判的天使 審判的埃及的天使 看到那些血 牛塞草涂上去的血 就會越過去 叫做如月節 有什麽可以解決 我們這個罪業 是牛塞草 是那隻如月節的羔羊 是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你看到嗎 一起指向十字架 於是我們回到史詩記 史詩記的double conclusion 他說以色列人中沒有王 各人照自己眼中所看的去做 我們需要一個皇帝 我們需要一個皇帝 帶我們回去上帝的面前 我們需要一個皇帝 為我們贖我們的罪 這個皇帝不是大衛 是大衛的兒子 是十字架上的 耶穌基督 如果你還記得上個禮拜 我們說些什麽 就是整本聖經 都是流向著耶穌基督的十字架 所有的東西 都是朝向天過 均衡的來源 而嚴格來說 我們每一段聖經 我們每天讀的 我們所聽的每一篇道 最後都是 讓我們苦服在耶穌基督面前 去敬拜 大家有聽過 John Newton的Amazing Great Newton有一句名言 他說他快老死的時候 他說 Athough my memory is fading I remember two things very clearly I'm a great sinner And Christ is a great savior 所以我們已經年紀老邁了 我的記憶都越來越模糊了 但有兩件事 有兩件事 我不斷記住 我是一個大罪人 耶穌基督是一個偉大的舊主 史詩記告訴我們 史詩記告訴我們 我們都是一群 做自己眼中捍衛對的事 在上帝眼中捍衛惡事的人 我們該死 我們需要一個君王 正如當年的史詩記 裡面的以色基人 那個君王不是大衛 那個君王是大衛的兒子 耶穌基督 而因為主耶穌基督為我們 做這一切事 我們今天苦服在祂面前 成為祂的仆人 成為祂的仆人 你可能要去到我們最後一堂 我們才講的形容 那個形容當然是 跟著耶穌基督 再不做上帝雅中捍衛惡的事 但是這些是負面的 正面的是從今以後 我們只做上帝眼中捍衛美的事情 我們需要等到六月中 我們才去看 這個是史詩記的大圖畫 希望你回家不斷去思索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在天父 我們再次感謝你 讓我們看到一個這麼美妙的福音 是你的復活神功 是你為人所預備的一切 最後我們求主你幫助我們 真是可以用一個這樣的眼光去明白 聖經裡面每一段故事 每一個書 最後求主你幫助我們 用每一個大圈之門 耶穌為我們成就了一個應許 求主你幫助我們 憑著信 不單止在現在零受它的應許 更是回應它的呼召 在我們的一生裏面 離開地上的榮華富貴的引誘 朝向永恆的天國 讓我們成為信心的小子 讓我們在你一生裏面 在獅子散下裏面 為你活出一個精彩的人生 祝福我們 兩個禮拜之後 我們再回來 一起去思想 思思記給我們的信息 我們這樣期待 一本JSO基督明寇 Amen 我們要死的 避開地上 牛海風貴的引誘 多貴 如果要求 我們要求